外媒记者报道郑州灾情受威胁 中共被指示推手 抗议活动扩大到德黑兰 伊朗民众要求民主自由 韩朝重启通讯联络渠道 还没有谈到举行首脑会谈 非马软件间谍案 马克龙上榜 以色列防长来巴黎 涉嫌暗杀海地总统 世卫长被单独拘禁 小国大勇气 萨摩亚守卫女总理搁置一带一路计划 难民悲歌 利比亚难民沉船57人丧生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27号星期二 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河南郑州等地受洪灾重创 一些外媒记者在大陆进行相关报道 不料却受到恐吓 而且越演越烈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7月27号发表声明 对报道水灾的外国记者遭到骚扰 表达严重关切 同时呼吁中共政府承担其保护记者安全的责任 英国卫报报道 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洛杉矶时报 德国之声 半岛电视台 CNN 法新社和美联社在内的国际媒体机构的记者 都因报道河南洪灾受到骚扰或恐吓 一些外媒记者遭到群殴 而外国媒体的中国雇员和中国本地记者 被抹黑成间谍或判国罪 有的个人信息在网上被恶意传播 当事人不但遭到辱骂 甚至受到暴力或死亡威胁 7月27号 英国BBC也发出声明 要求中共采取立刻行动 停止对报道河南水灾的外媒记者的骚扰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等新闻组织表示 驻华记者遭遇的恐吓令人震惊 而且往往是由中共官员和机构 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节 在背后推动的结果 BBC驻中国记者麦克唐纳说 这是共产党机关精心策划的骚扰活动的一部分 特别是针对BBC 他质疑 受灾地区有什么可隐瞒的 上周六 河南共青团微博号 在网上发布BBC记者白洛宾的消息 提醒民众警惕他的采访 号召网友提供他在郑州的下落 结果 德国之声记者柏林格 上周日在郑州被人误以为是白洛宾 而遭到围攻谩骂 柏林格事后说 当前在中国的媒体环境真的很可怕 在社交媒体上 大量的五毛攻击外媒记者 其中有人写道 遇到他们就把他们捶死 还有帖子说 几百人正在寻找外媒记者 并准备向警方举报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 亚洲项目协调员巴特勒说 对从事报道的外国记者进行骚扰 已经达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7月 酷热袭击了伊朗 伊朗的水利发电网络 在干旱的压力下正在瘫痪 引发当地民众的抗议 指责政府几十年的无能和腐败 目前抗议活动不断扩大 并蔓延到首都德黑兰的街头 抗议活动于7月15号 在最干旱 并富含石油的胡锡斯坦省开始 在几州缺水的情况下 其他地区也开始了抗议活动 但遭到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 伊朗安全部队一度向抗议者发射石弹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说 伊朗安全部队使用了致命武力 杀死了8名抗议者 包括一名十几岁的男孩 此后冲突继续 伊朗革命卫队的暴力镇压 没有使人民服从 反而适得其反 26号 首都德黑兰几个地区的抗议者走上街头 反对派活动人士上传到推特上的片段显示 抗议者高呼让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依下台 视频显示 活动的基调已经急剧转向反对极权 示威者还反对伊朗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冒险主义 使伊朗人民承受国际社会制裁的苦果 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 有三个人在骚乱中被杀 其中包括一名警察 但活动人士说 真正的死亡人数更高 而安全部队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 上周五敦促伊朗当局解决缺水问题 而不是对抗议者采取武力镇压 韩国总统府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通信中同意恢复边境村庄板门店的寒潮热线 当天上午10点 这条通讯联络线重新启动 朝鲜官媒中央通讯社也证实了恢复通讯联络线 和领导人互置信函的消息 这轮对话可能是韩朝两国两年多来最重要的一次互动 至于韩朝是否计划举行首脑会谈 韩国清瓦台一名高官27号表示 韩朝首脑热线目前还没有正式重启 双方暂时没有就领导人通话事宜进行协商 也没有探讨事宜面对面 还是以视频形式举行首脑会谈 这位官员还说 韩朝重启通信联络渠道 跟海美联合军演无关 不会影响到8月份的军演计划 文在寅和金正恩在2018年举行了三次会晤 签署了几项改善韩朝关系的协议 美国和朝鲜的核谈判没能取得进展后 韩朝谈判也陷入破裂 任期只剩不到一年的韩国左派政府 一直在推动重启韩朝谈判 本月早些时候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 文在寅和金正恩正在讨论举行第四次虚拟峰会 法国总统马克龙被指授到 以色列非马间谍软件的监视 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定于7月28号访问巴黎 向法国当局通报对非马软件开发公司的调查进展 目前已知非马的客户当中有摩洛哥 据法国军队部长的随行人员说 法国军队部长帕林女士将通过这次期待已久的会面 询问以色列政府对NSO公司的客户的活动有哪些了解 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 未来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这些高度侵入性的工具被滥用 非马软件可以渗入计算机系统 被认为是一种攻击性网络安全产品 因此必须获得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出口管制局开放绿灯 才能向第三国出售 程序跟出售武器相同 同时 非马软件目前是全球间谍丑闻的核心 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要求暂停它的销售 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呼吁对这些系统的销售实施更多限制 据媒体报道 非马间谍软件窥探了至少180名记者 80名人权活动家 和包括马克龙在内的14名国家元首的电话号码 但是NSO公司否认了这一点 以色列NSO网络科技公司也常被指责为专制政权利益服务 但这家公司真称 从理论上讲 它的非马软件仅仅被用于获取犯罪或恐怖网络的信息 上周四 一名以色列高官说 以色列议会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负责调查关于非马间谍软件被一些国家滥用 监视公众人物的指控 海地国家警察7月26号宣布 逮捕了一名涉嫌暗杀阴谋的前总统的侍卫长西威尔 他被单独拘禁在首都太子港附近迪马斯区的一座监狱里 海地总统莫伊兹本月初遇刺身亡 7月7号深夜 在没有交火下 执行暗杀任务的武装突击队突破特勤人员的防守 闯入总统的寓所行刺 太子港检察官克劳德下令移民当局 禁止负责莫伊兹安全的4名警察出境 警方26号也对先前遭莫伊兹开除的前法官特劳特发出逮捕令 莫伊兹预测的细节目前仍未明朗 警方已经拘捕了大约20名涉案的哥伦比亚雇佣兵 据海地和哥伦比亚官员的描述 这群密谋干政的团体是由雇佣兵、莫伊兹的维安人员、商界人士组成的古怪组合 海地警方说 这伙人是由医师兼牧师的萨农领导 萨农日前已经被海地当局作为行刺的主谋逮捕 同时遭到逮捕的还有海地裔的美籍翻译索拉吉 部分落网的嫌犯应讯时公认说 几名核心人物曾经密会 讨论一旦莫伊兹不再掌权后的海地政局 包括让萨农当上总理 暗杀团队轻易渗透进入总统位于太子港的私人住宅 而维安人员没有一人受伤 并且机肩没开一枪 引发外界猜测是内鬼行凶 海地警政署长查尔斯说 参与暗杀行动的佣兵是前哥伦比亚特战人员 他们是专家、罪犯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攻击行动 美国过去曾经训练哥伦比亚部队 因此海地请求美方协助 以便让幕后行凶者早日水落石出 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四月大选后政坛动荡 掌权22年的前总理玛丽雷格在26日承认败选 由马塔法入主国会成为第一位女性总理 四天前 萨摩亚上诉法院裁定临时就职典礼合法 正式承认马塔法是萨摩亚第一位女性总理 以及她所带领的信仰统一党正式执政 这场长达109天的宪政危机才宣告落幕 萨摩亚经济仰赖自己自足的农业、旅游业 以及鱼业和椰子产品出口 过去长期依赖外国援助 马塔法上任后的首要任务 包括厘清和中国的未来关系 据了解 前政府向中共借贷巨资 在萨摩亚开发港口 但马塔法已经表示 将搁置这项耗资1亿美元的开发计划 路透社报道 萨摩亚维乌苏海湾码头开发计划 在4月的大选中成为辩论焦点 这项计划是中共一带一路重要工程 但由于担心这项计划会加重萨摩亚的财务负担 因而在国内引发争议 马塔法的当务之急是编列临时预算 确保政府运作 并给内阁时间弄清萨摩亚的财政和经济现况 但她对新西兰广播电台说 准备过程不是很顺利 她说 我们联系主要部门 想要他们替即将上任的政府做简报 他们没有什么回应 我想 既然现在政府的合法性已经获得确认 他们将会进入状况 一批难民7月26号在利比亚乘船 想要前往南欧 船却不慎在位于利比亚首都迪利波利以东 约120公里的胡姆斯港附近沉没 造成至少57人丧命 包括多名妇女和两名儿童 目前原因还在调查中 据报道 很多移民通过危险的海上通道 从利比亚或摩洛哥搭乘破败不堪的船只前往欧洲 超载的情况极为普遍 而且为了避免海岸警卫队发现 即使在恶劣的天气或晚上也会出航 今年4月发生在利比亚沿海的一起沉船事故 就造成至少100名试图偷渡到欧洲的人溺水身亡 国际移民组织本月稍早指出 和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上半年穿越地中海死亡的难民人数 是去年的两倍 据全球趋势报告说 尽管发生了新冠疫情 但2020年逃离战争、暴力和迫害的人数 上升到近8240万 这在2019年底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的 7950万人的基础上 又增长了4% 18岁以下的女孩和男孩 占所有被迫流离失所者的42% 他们尤其脆弱 特别是当危机持续多年时 联合国难民属性估计显示 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 有近100万名儿童出生就是难民 他们中的很多人 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仍然是难民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说 这么多的儿童出生在流亡中 这一悲剧应当足以成为我们做出更大努力 以阻止和结束冲突与暴力的理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夜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留言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